又是谁把吕云飞出卖了呢? 要知道,吕云飞卧底期间跟楚莹是恋人, 在楚莹的袒护下自然能轻松躲过楚天南的耳目, 这说明出卖吕云飞的极有可能是她自己发展的线人。 目前已经完全浮出水面的线人是口罩男乍莱和阿湘, 而剩下的卧底线索直指硬坦身边的多猜, 她很有可能就是C代表。 小莱,吕云飞临死前可能已经知道线人内部出现了叛徒, 这才留下情报要警方保护盛夏的卧底, 这样看来被点名要保护的C代表就不是出卖吕云飞的人了, 那么盛夏的嫌疑人就是乍莱和阿湘。 据目前乍莱对吕云棚的帮助看来, 她的嫌疑也没有阿湘的大, 而在阿湘知道江一南的身份后, 楚天南这边也很果断地表示了要江一南离开楚门, 然而出卖吕云飞的其实不是阿湘, 而是另一个线人楚莹。 原来在和吕云飞交往不久后, 楚莹就知道了吕云飞的卧底身份, 这让深爱吕云飞的她陷入痛苦, 一边是尊敬的父亲, 一边是深爱的人, 楚莹只能继续装作不知道, 甚至还在暗中帮助过吕云飞, 可在关键时刻楚莹为了父亲的安全, 还是选择放弃了吕云飞。 可是在看到父亲对吕云飞的残忍后, 楚莹又是痛心又是悔恨, 从此父女俩的关系也闹香了, 如今吕云鹏再次走上了哥哥的路, 如果您是楚莹, 会选择再次出卖心爱的人吗?